体育运动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成长,不管是小时候和小伙伴的各种玩,还是学生时代的体育考试和体育课,亦或是工作后的健身和运动,都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。 不管你是喜欢爬山,跑步,游泳,又或者是各种足球,篮球,乒乓球,羽毛球的运动,都是体育的一种,体育运动不仅能让我们放松身心,还能增强我们的体质。 在生活家喻如此之大的情况下,健康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备条件之一,而体育运动正是健康的最好保证。 而运动多了,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的认识到各种运动界的大神级人物,无论是篮球界的乔丹,科比,詹姆斯,还是足球界的罗纳尔多,梅西,C罗等球星,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树立的榜样。 而要了解到体育界,最新的体育资讯和体谈消息,那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吧。 这里有最新、最全、最独特的专业评论等周围,CBA连萨公布了新赛季的注册球员名单,球迷们眼睛丑酸,也没找到亚运会的工训球员丁丁宇航和阿布都,都在脑子里打了个,好, 稍后,CBA官方宣布,特事特办,因为两人登陆NBA是一位定,暂缓注册,对此,中国青年报记者宋翔透露,因阿布都亚运会期间的经验表现,已有NBA某西部球队队际进行报价,结果如何还需等待。 众所周知,阿布都是一个打球非常有,灵性的球员,进步之快让人惊叹,在新疆队时间不长,也不短,但一直处于不甘不甘的境地,一直是个边缘人,如果不是国家队神奇又稳定的表现,绝对的仰在身归无人时。 冷静,果断,打心脏,打秋巧妙,团队意识强,能审时夺势地做出明智选择,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球员,新赛季的新疆队,如果有打出名堂的阿布都,排兵部阵要轻松得多,如果没有阿布都,得对手更容易针对。 读知阿布都在缓注册后,新疆队老板宗广信第一时间发声,坚持表态,球员的黄金时间就这几年,阿布都正是场球期,他们去NBA磨练技术,我一百个不情愿,但也一百个高兴,我能放走周期,我也能放走阿布都,我无条件支持。 确实,阿布都现在贵为中国篮球的当红小生,绝对是票房的保障,更为重要的是,他能为强大的新疆队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,能为新赛季冲击冠军增加坚实的砝码,使去阿布都,对新疆队来说,意味着更多,孙老板接着补充道,我是一个商人。 但是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我不能做不合道义的事,我的前途和孩子的前途,我还是能分清轻重缓急的,带着对阿布都和周期满满的爱意。 孙老板表示,如果有一天周期和阿布都能回新疆队,我会亲自去机场迎接,会欢迎他们回家。 新疆队这几年,虽然雇佣军不少,但也培养了不少本土球员,都对新疆队非常感激,愿意为球队拼命,从泰山北斗蒋星拳到巴克兰,徐国冲,穆拉提,麦吴兰兄弟,西热,克兰,再到阿布都等人,都对新疆队充满了感情。 再回到孙老板本次对阿布都开的绿灯,更显大气,彼此互相理解,互相成就,才有了新疆浓厚的篮球氛围,宗广信真可以算是CBA库吧,良心老板了,体育界不仅有明星球员,精彩算是,还有各种有意思,有情会,有感染力的各种故事。 通过他们的故事,我们不仅能学到体育之外的很多东西,也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坚强,体育无国界,运动也无国界,只要你够专业,你就会成为这项运动的顶尖大神。 当然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厌恶,我们不要在赞美自己喜欢的同时,去贬低哪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合适,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宽容的心,这样才能让体育连接起更多的人,而不是树立仇恨和对立。 感谢观看